赛罗爸爸 赛罗爸爸过好了呀 出大事了 蜘蛛侠叔叔在工地上施工的时候被贝利亚打倒了 挖掘机还燃起了大火 你赶紧去帮忙呀 爸爸你在家吗 快点出来 咦 赛文爷爷 怎么是你啊 我的赛罗爸爸呢 我找他有急事 他是不是又多起来了 快把他叫出来吧 小赛罗 你这么着急 干什么呀 又是谁出问题了 你老爸你在家 你和我说也是一样的 讲一讲 妈出啥事了 是这样的 我刚才路过一个建筑工地的时间 刚好看到了蜘蛛侠叔叔 开着挖掘机在施工 就突然贝利亚带领他的黑暗军团 去欺负没有超能力的蜘蛛侠叔叔 他们还将所有的工程车给毁掉了 现场一片狼藉 真的好可怕 什么 贝利亚欺负蜘蛛侠 真是太可恶了 是可忍输不可忍 没想到在光之国的地盘上 居然还有人敢如此撒野 几点我已经退休了 也一定要去好好教训他 今天这件事就交给我来解决吧 赛文怒气冲冲地跑下楼 开着消防车就出发了 来啦来啦 小防车来啦 大家请让开 他跑得快 哇呜哇呜 小防车灭火 不怕不退缩任务交给我 拉上警报 哇呜哇呜 三菱找火 没一会儿车辆来到了工地 看到了大片的火光 于是他立刻上前去烈火救援 等一切都解决好之后 赛文才下车去进行确认 可恶真是太可恶了 这么多的工程车 居然全都被丢下去了 还燃起了大火 真是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蜘蛛侠你没事吧 我来帮你了 有任何委屈你都可以告诉我 我会为你主持公道的 赛文叔叔辛苦你了 都怪我没有让贝利亚他们给欺负了 可是我现在没了能量什么也不是 现在工程车也被毁掉了 我也受伤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呦 志叔侠 你是不要说了 我今天会为你做主的 绝对不允许贝利亚在光之国如此的放肆 我先找人来帮你治疗 喂 孙皇医生嘛 赶紧来奥特建筑工地 有人受伤 需要帮助 你放心吧 我已经打电话给医生了 他们马上就过来 赛文刚说完 一辆急迟的救护车 就往事故现场赶了过来 当车辆停稳后 曾皇医生从车上跑了下来 去查看病人的伤势 让你们久等了我来了 蜘蛛侠你没事吧 我会帮助你的 曾皇医生 蜘蛛侠就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把他治疗好 你放心吧 赛文大哥 我一定会不负所托的 蜘蛛侠你坚持住 我现在开车带你去医院 蜘蛛侠被医生开着救护车拉走了 看着他远去后 赛文悬着的心也放松下来 随后他也开着消防车 跟着追了出去 没一会儿 在一个极限运动设施旁边 看到了贝利亚的身影 于是赛文爆发强大的能量 一个飞身就来到了贝利亚身边 好你个贝老黑 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居然以多欺少 我今天就是来教训你的 赶紧给我滚下来 哎呦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这个老头子 赛文你不在家好好带着跑转 干什么 你以为你还是年轻的时候吗 趁我没生气之前赶紧滚 贝利亚我劝你不要太嚣张 你为什么要欺负蜘蛛侠 毁掉工程车 难道你以为 光之国现在就是你说了算的吗 真是天大的笑话 难不成现在还是你说了算 我不想和老人动手 给我闪远点 别影响我的好心情 贝利亚你可真是有言不尽啊 给了你机会 你不忠忠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今天就将你赶出去 永远都别再回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